好 有请沈月 沈月 加油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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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感觉到我有点 不太能控制情绪了 对于面试这件事情 很没有信心吧 要面对那么多前辈 我就是一个 比较逃避性人格的人 就是事来到我面前了 我就在厕所里干呕的那种 传输文件都传输不这么慢 我太紧张了 救命 我太紧张了 我 kommen要在厕所 哼 嗯 那怎么了 为什么为什么这么激动啊 那各位浪思好 我是很少女 深呼吸 先休息十秒 没事 让他自己处理 没事 我都不想这样 因为我一见到前辈 我都会很紧张 这个是我的PPT 我标题是 我不只是一个甜妹 因为我之前演的 很多角色都是一个 甜甜 好甜 好开朗 然后开开心生的女仔 小月啊 淡定一点 好 你很吃亏 你现在来见到我们 你用这个态度 演员就要演 把你很紧张地演到很淡定 行吗 可以 好 来 所以我这次来到 我不想超愚笨 我想多打开自己啊 看一下自己 还可以演其他类型的角色 然后我剪了一支好小的片 来介绍自己 大家好 我叫三宇 这个是我的字 我介绍 担心大家会听不懂 所以我还是用普通话吧 大家好 我叫沈志 今天19岁 好累了 大家好 我叫沈志 今天25岁 这是我的特长 这是我最近的学习目标 这是我的生活现状 我的生活远不止这些 希望在节目里可以让大家更多的了解 希望自己可以多做一些拓展与尝试 希望自己好好表现 哇 他做得好好啊 好好 我想问问 其实你有六年的戏灵啊 但为什么刚刚出场 你看到我们你会紧张会 情绪会 不可能的事情 我觉得 是不是刚刚是演的 你刚才是一个编出来的吗 可是你今天很失败 你不应该用这个方法来演给我们看 因为演员最失败的就是 哇 我看到老前辈 我都不会演 我碰很多 然后我一口 我都把它吃了 我不想 对手是这样 首先想跟各位老师说 抱歉 刚刚那个 确实不是我演的 我真的很难控制自己这一点 那你真的要好好学学控制自己 对 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空间 我虽然入行已经六年了 但其实我没有见过特别多的大的场面 可是你一心要做演员 演员第一颗就是念皮要厚 但我想问一声 你拍戏的时候 然后导演说 开始你怎么去克服你刚才那个状态呢 我平时不会这样 见到导演也不会这样 在片场也不会这样 所以他可能就是更多的 是一个camera演员 就譬如说你现在站在舞台上 你的表现就完全不一样 因为看着很多陌生人对不对 所以你只能是一个camera演员 要是你要当一个多亿的演员的话呢 舞台也好 话剧也好 你也会免不了面对很多陌生的人 所以这个就必须克服的 我们都有导演的 我现在给你一个题目吧 现在即兴的啊 我最怕即兴的 我也是 我也是 你现在你演一个来这个节目 看着我们很不顺 就很 我根本不想来 看你们不顺眼 对 看我们不顺眼的 你试一次吧 各位老师好 我是演员沈岳 很高兴来到这里 这是我自我介绍 可能PPT也没有放出来 你刚刚那个很不屑嘛 那个表情 是吧 你是不想来这节目 不想来就可以走啊 我很不爽 就是 我觉得大家在 没有根据的 拖拉一点了 来 妹 来 快点 翻脸 走脸 对 马上你想一个性格给我 不要呢 导演 不要赶我走了 我真的很希望抓这个机会 演啊 我不想演 因为表演是需要尽可能地排出杂念的 我觉得我自己的能力可能做不到 还没有成长到那种地步 其实你很幸运 因为呢 我们都在看着你 给你难题 都为你紧张 其实我告诉你 经过的这一段时间 你之后的录影会比较放松了 所以要不要有压力 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继续再看你的表现 从第一天一起码 我们对他印象还蛮深刻的 OK 我们给大家鼓励掌声吧 好不好 你能承受高压 已经算不错了 吓死了真是 这边面试真的感觉自己 最后应该不会有人会选我了 特别想消失 哎呀 真的 有多难啊 26岁啊 我16岁拍戏第一天 人家都不知道我是第一天拍戏 我真的有时见到的机会 就这样就流失了 什么是我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 情绪太容易失控 没问题 因为我太长时间在演艺圈了 沈月呢 她这张脸 就是天赐给她吃饭的脸 她就是站在镜头的演员 她有另外一方面 我不能一脚把她踩死 你傻不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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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什么该怎么办 我已经给你一个很大的提示 就是说要你演 你演疯狂的也可以 你知道你刚才直接就说 我不想演啊 你们这般人干嘛 这就是戏 这就是一个机会 要强大自己的信心 我每天一起来对着镜子 哎呦你是最好的 你是最好的 你是最好的 我是这样 好了 告诉我 没事了 好不好 不要再浪费自己的机会 机会有时候我都说 过去就过去 真的有被他们安慰到 其实好多人都过来安慰我 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 能够被大家这么照顾 加油加油